用一首稍微难一点的曲子 总结一下 莫扎特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 这个片段我最最开头 它是一个影子 它就是还没有到真正旋律的部分 但是就算是影子 其实我们也有可以分析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moji 之后的就是看上 一遍 第二遍 新的内容但也没有特别不一样 还没完 OK 甚至这里 忘记了我 拉豆咪 都拉手发 米发米 OK这个拉豆咪 实际上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曲子要说的内容 就是那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说的两只老虎 我挺动机 特里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它的解决 我从拉豆咪这里 我实际上我要笨的最后的终点 就是在这个拉这个解决上面 因为这是A大调的写作曲 所以说它解决到了拉 从这里到这里 甚至我可以说到这里 都是单身的一个代表 排比句 还没完 还没完 它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内容 还是十多分音 不止不弱 换了一种排序方式 这回变成了往下走 往上走 其实这里是一个解决 但是它还没有完 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作曲家再凑字数 再要想办法让这句话再长一点 解决的感觉再强烈一点 所以都西拉西拉 还没有完 然后高八度 拉拉西拉 收拉拉 添加 去领取谱子跟资料 关注我 绝情不走弯路